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印度新一波疫情严峻 确诊人数连续多日突破30万 当地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最新数据显示 印度新冠死亡人数今天正式突破20万大关 有专家表示 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根据印度卫生部门的官方数据显示 印度因新冠死亡人数来到20万1187人 许多专家仍认为 该国疫情的相关数字应该更高 印度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36万确诊病例 10总数来到1800万例 但是在4月就有近60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世卫科学家估计 印度平均确诊率约为15% 德里等城市可能高达30%或者更高 意味着很多人已经感染 只因当地病毒检测能力不足才未被发现 估计实际确诊病例或比报告数字高至少20到30倍 真正死亡率也可能更高 若按照推算 印度染疫人数可能已经达到3.5亿至5.3亿 约占总人口25%到38% 印度感染人数创新高 导致医院氧气短缺 许多病患涌入加兹阿巴德市一座庙宇外的临时帐篷 因为这里还有氧气设备 许多病患搭车甚至是救护车前往 希望为患病的家人争取到救命的氧气 拜登总统今天晚间将在国会发表演讲 呼吁全国继续对抗新冠疫情 打造更加公平的美国 让富人有更多作为来终结不平等问题 拜登将在上任第100天前夕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谈话 他将胜在美国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工作出奇的成功 全美疫苗接种已让美国逐渐脱离新冠灾难 成为带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领头羊 此外 拜登还将宣扬大规模政府支出计划 要让国家大步朝新方向前进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表示 在外交政策方面 拜登将谈到他将重新参与世界事务的承诺 让美国重返世界舞台 国内政策核心部分将公布美国家庭计划 预料斥资1.8兆美元 沙奇指出 这次目标在于协助美国家庭 创造变革性投资来拯救和重建我们的经济 并从根本上展现政府能为人民实践承诺 不过光是这项家庭计划就会在国会面临棘手的挑战 拜登打算透过对富人加税的方式来支付这项计划 此外 拜登的演说也将提到警戒改革 移民政策以及枪支管理问题 北卡州非议男子布朗21日遭执勤警员击毙 法医检验报告27日出炉 指出布朗遭警员击中5枪 一枪命中后脑致其死亡 法院定在今天听审 是否公开警方的录像 以判断执法是否过道 布朗家属25日聘请独立验尸专家检验布朗的死因 验尸报告指出 警方开枪四枪击中布朗的右臂 一枪命中脑部 北卡州验尸报告尚未出炉 布朗家属律师公布布朗的死亡证明书 指出死因是头部受到子弹击入 北卡州警方21日持搜查令 到布朗伊丽莎白市的家中执行毒品搜索并逮捕布朗 验尸报告出炉前 布朗的家属及律师雪莉莱希特 观看警方随身摄像机所拍的20秒画面 雪莉莱希特指出 布朗双手放在车子的方向盘 警方却开枪 视频显示布朗想驾车离开 但对警方毫无威胁 布朗之子卡利尔质疑警方开枪的理由 布朗想驾车离开 警方竟开枪击中其后脑 这起事件引发当日多地的示威 民众要求正义以及执法透明 佛里达州一所有反疫苗人士设立的学校 警告老师和员工不要接种新冠疫苗 同时也不雇用打了疫苗的人 声称打了疫苗的人会传播有害物质给他人 许多专家驳斥这项不实的说法 位于迈阿密的森特纳小学26日向家长说明 两个学校的新政策 试用幼儿园到八年级 约300名学生 以接种疫苗的老师或工作人员 需继续向学校报告并与学生隔离 联合创办人森特纳上周写信给员工 要求未接种疫苗的人 等到学年结束再接种 还建议继续推迟 森特纳在电邮中写道 接种疫苗的人身上可能会传播某些东西 恐对他人造成伤害 特别是生殖系统 生育能力 以及妇女和儿童的正常成长和发育 森特纳学院承认 这种说法先前没有 且尚未经过研究 这个不实的说法 先前已经遭到专家学者的驳斥 卫生监管机关与世卫组织已经指出 目前在美国紧急使用的三款疫苗 安全且有效 森特纳和丈夫从纽约搬到迈阿密之后 2019年创办私立学校 中学一年学费约3万美元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们夫妇在川普竞选连任时 曾慷慨捐助经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